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我們進入到我們第二季的主題 就是安息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有一些分享 那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都會希望你自己的生命 都是怎麼樣 都希望自己有一個蒙福的生命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什麼樣的生命是 可以被說成是蒙福的生命呢 有大房子嗎 有開好的車子嗎 有家有房 是這樣嗎 是不是還不夠 你知道嗎 我常常在聽基督徒他們最喜歡的禱告是什麼 其實就是主導文 其實什麼叫做蒙福的生命呢 我就是從主導文裡面去認識的 主導文 我們很多基督徒都會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追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想所有基督徒都同意一件事情 其實真正的蒙福是什麼 是看見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對不對 你的家庭啊 你的學業啊 你的業績啊 你的職場好像都是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樣 對不對 所以呢 在我開始分享這個信息之前 我想要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這一次的主題 安息 當我們在分享的時候 不是要把一個律法 套在你身上說 欸接下來就給我守安息日喔 欸不是這個概念 你知道嗎 聖經裡面的律法 不管是舊約的摩西五經 或是耶穌所講的天國八福 你知道嗎 都其實在表達的事情是神的國運作的原則 你當然可以看成是規定啊 律法要求 但是其實更重要的是什麼 他們都是天堂人事物的形狀啊描述 欸你不相信嗎 我們來讀一段經文 讓我來讀給你看 你會其實你會了解到 其實安息就是在反映天上的樣式 好 在希伯來書的八章三到五節 他說到 凡大禁師都是為了獻禮物和祭物而設立的 所以這位大禁師也必須有所獻上 他若在地上就不用做祭司 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禮物的禁師了 他們所供奉的本是天上事的樣式和影像 正如摩西將要照帳目的時候 神警戒他說 要謹慎一切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去做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剛才講的安息這個概念 其實它是在反映神的國在天上怎麼運作 反而他不是要你去遵守某一個律法 然後你遵守了就好像神特別喜悅你 其實不是這個概念齁 所以如果你渴望神的子力行在你的身上 好像就行在天上的話 其中一個最難做的也是最難被我們忽略的 就是你要休息 就是守安息日 對於我們像我們這種 這個時代特別勤奮的人 安息 聽起來就像在偷懶 在聖經裡面神常常罵猶太人 就是不守安息日 他們很喜歡做生意 其實我們華人其實跟猶太人也是差不多的 最好是怎樣 一個禮拜有八天 一天有四十八個小時 然後呢 常常會說什麼是休息 休息可以吃嗎 你知道嗎 但是感謝神 神的智慧對不對 遠超過我們人的智慧 今天呢 當我們在分享的時候 很期待大家可以 越來越了解這個東西 安息到底在表達什麼 好我們來看一下創世紀的二章三節 他說到什麼呢 他說神赐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 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功 就安息了 在這裡主日安息日 英文念成Shabbat 雖然西伯來文的Shabbat 是禮拜五的傍晚到週六的傍晚 可是在西方的文化啊 漸漸的安息日就變成了在禮拜天 所以呢我們常常會想到 教會就是一個什麼建築物對不對 但我們來教會來做一個禮拜 或者來學生崇拜做一個禮拜 但是其實安息日不是這樣的 其實它比我們想像中的還會多很多 其實我們並不是去教會 這個觀念是錯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就是教會 我們去一個聖所 是為了跟其他的教會 耶穌的肢體一起透過敬拜 我們可以集體性的去尋求神的面 按照神的所示 who he is 用我們的心靈和誠實來敬拜他 所以呢 當我們在討論安息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們需要大家先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明白我是誰 明白自己的身份 我們是誰呢 在聖經上常常告訴我們 神的百姓就是教會 而教會就是耶穌基督的身體 而基督的身體也就是神的兒女 而且也是一家人 所以呢我們是否屬於耶穌 在使徒行傳裡面 我們會看到 教會是一個肢體 是一群尾聲在彼此身上 有蒙約關係 在自己的生活各方面 活出基督 榮耀基督的一群人 上一季我們都是在講 我們怎麼樣子在關係裡面 去榮耀耶穌 但是第二季呢 我們要更多的去來談 我們的作息 我們身為耶穌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我們的作息會怎麼樣的榮耀神 我們生活的節奏 我們生活的步調 能不能去反映出耶穌基督的榮耀 守安息日聽起來就像一個很保守派 很舊約的概念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舊約的命令 當中裡面卻包含了神 他無比的智慧 你知道有一個人對不對 跟他猶太人的朋友說 哇你們猶太人真的很厲害 幾千年過去了 你們都還保有了安息日的傳統 但是你知道嗎 那個猶太人對這個人說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不是我們保守了安息日 而是安息日保守了我們猶太人喔 你知道嗎 就連在二次世界大戰 猶太人在集中營的裡面 他們仍然會守安息日 安息日是幫助他們 就算被逼迫 就算被分散在全世界 他們都仍然記得 我們是猶太人 我們是神所拣選的 所以守安息日六天工作 一天停止工作 這是神創造天地的時候的 那個生活步調 也就是他創造人的時候 放在我們人生命裡面的 那個生活的步調 人就是需要停止 需要把手上的工作放下來 而這樣子的堅持 一週一週這樣過去 在我們內心的深處 會建造一個強壯的內在屬於生命 當我們違背這樣自然的節奏 其實會看見我們的人啊 身心靈體都會開始出現問題 重點是不論你把哪一天 定為你的安息日 重點其實不是這個 而是你是否把你所定的安息日 真正的分別出來歸給神 我們常常想到安息日 就是想到 我要去一個教會去崇拜 或者休息啊 不要忙啊 不要工作啊 可是安息日所包含的層面 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廣泛很多 安息日在西佛來文裡面 有幾個不同的層面 好我們來看第一個 就是停止 在英文叫做seizing 也就是今天我們要更多的來鼓勵大家 我們每個禮拜 可以把一天分別出來歸給神 讓你的生命不再是圍繞著你 以自我為中心 也不再是圍繞著你日常的優先次序 而是把神當中 你生命當中的第一位 在這一天裡面 你把自己獻給神 以祂為中心 在剩下的六天裡面 你不只是能夠完成 你用七天才能夠完成的事情 更重要的事情 是你會開始經歷到 你跟神的關係 你跟人的關係 還有你的內在生命 都會經歷到一個極深的恢復 所以守安息日呢 其實你知道嗎 跟守十一奉獻很像 為什麼很像呢 都是需要信心 都是一個信心的操練 你知道嗎 幫助我們脫離這個世界的忙亂 雖然我們活在這個世界 卻因為安息使我們不屬於這個世界 也不受到這個世界的影響 這就是猶太人 為什麼他們可以 善居在全世界當中的文化當中 卻活出了一個不一樣的文化 你知道嗎 安息日就是關鍵 所以呢 安息的第一層含義 就是停止 我用一段經文來念給大家聽 就是剛才已經念過了 創世紀二章三節 他說神是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 因為在這一日裡面 神吸了他一切創造的功 就安息了 你知道嗎 在英文裡面 他還講到一件事情 他說神停止了 而在當中裡面 他refresh 他重新得力 你知道嗎 因為神他自己就是 shabbest 他自己就是安息 他自己就帶來的力量 好 我們來看 出埃及記的三十一章十六到十七節 他說什麼 六日要做功 但第七日是安息勝日 是向耶爾華守為聖的 凡在安息日做功的 必要把他制止 所以呢 以色列世世代代 都要守安息日 作為永遠的約 所以你知道嗎 守安息日 是你和神的謀約關係裡面 所要守的 因為這是我和以色列人 永遠的證據 因為六日之內 被耶爾華照天禮 但殿第七日 便安息舒暢 你怎麼樣去反映你和神的謀約關係呢 其實就是透過守安息日 就是透過停止 來作為證據 你知道嗎 我們在安息日 不只是歇下我們手中的工作 更是歇下我們對於有所成就的需要 產生新東西的努力啊 有效率的生活啊 帶給我們的焦慮和緊張 這都是我們要去卸下的 甚至我們想要掌控自己生活的慾望 在那一天的裡面都要卸下 我們停止用 我相信當我們分別一天出來 我們停止努力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來供應自己的時候 我們會看見這樣的安息 可以帶來很深的醫治和自由 所以呢 停止是為了什麼 停止是為了分別為聖 停止就是從自我中心 到以身為中心 大部分的台灣人 那每週工作就是一定是五天 一到了週末 我們通常就是會自己給自己加班 努力把週間沒有辦法完成的項目 趕快一個一個的完成 就像你好像在學校裡面 上八堂課還不夠 回到家還要繼續補習 補完期回到家還要再繼續的讀書 哇 不然呢 就是會有另外一種極端 就是什麼都不做 放縱自己 因為我覺得我需要休息 所以呢 看去看到天亮 然後呢 其實呢 這樣的放縱會覺得 這是我應得的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休息其實跟我的工作一樣 都是什麼 圍繞著以自我為中心 都是圍繞著我的需要 其實跟神一點關係都沒有 連崇拜都是看我有沒有空 我才選擇要不要去 哦 因為我平常生活已經夠辛苦了 哦 放輕鬆 是我應當得到的 但是是這樣嗎 你知道嗎 在立位記的二十三章三章 二十三章三節裡面 我們剛才已經說了 第七日是聖安息日 當有聖會 你們什麼工都不可以做 因為這是耶和華的結席 這是要在你們一切的住處 向耶和華守安息日 耶和華的結席 就是你們到了日期宣告為聖會的 乃是這些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停止是為了要 守住我們和神所立的月 但是這聽起來很律法對不對 一定會有人在那邊說 欸天啊 我們現在活在新約耶 活在恩典之下 不是活在律法之下 但是 弟兄姐妹 我想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進入新約之後 你還會守十一奉獻嗎 那當然會啊 為什麼 欸在新約啦 好我再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好了 現在是新約耶 舊約有規定 不可以殺人 那你在新約 活在恩典之下 你就可以殺人嗎 是這個意思嗎 當然不是啊 所以安息呢 正如我們剛才講的 它不是一個律法 它是一個反應天上的樣式 反應神創造我們 祂所做的工 我們所需要的一個狀態的形容 所以神祂其實要告訴我們 你知道嗎 不是你要守安息日 而是你本來就需要安息 你需要跟神重新連結 所以耶穌說過一件事情 人不是為了安息日而設定的 安息日是為人而設立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到更深的部分 那安息日我們要停止什麼 好 第一點 我們就來分享 安息日要停止什麼呢 就是停止自己的生產力和追逐成就 為什麼神說安息是什麼功都不可以做呢 因為我們是活在一個 用人的成就和生產力來定義人的價值的時代 有時候連在教會的裡面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常常很自卑 因為我們的社會一輩子都在告訴我們 我們還不夠有成就 例如說你現在考試第幾名啊 你讀什麼學校啊 你拿什麼學位啊 你在哪個地方工作啊 哦醫生哇真的是很棒啊 你的薪水拿多少啊 你的主管是誰啊 你的主管當了沒啊 結婚了沒啊 有沒有孩子啊 你知道嗎 不只是會拿我們跟別人比 就連我們自己都會跟別人比 你看到他們做了多少 看到他們買了什麼車 買了什麼房子 哦已經當主管了 哦你就 你就開始有很多的自卑在你的裡面 甚至在教會的裡面 你看你已經當小組長了 你當小組長了嗎 小組增長了多少呢 我們輸給別人 我們就很深的自卑 贏過別人就會有很多的驕傲 無論我們多努力 我們都會找到 比我們年輕 比我們更有成就的人 好像永遠都比不完 在這種 不能夠輸給別人 才有成就 有成就才有價值的時代 我們越來越高舉成果和KPI 我們不能停下來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如果停下來 別人就會超過我們 而導致越來越多人走到兩種不同的極端 第一種極端是什麼呢 就是什麼 過度的努力 例如說我想要考上一所能夠光宗耀祖的大學 就花了非常多的時間不停的補習 為了從90分進步到100分 為了從真理大學想要轉到台灣大學 你會發現 我們自己的內心的安全感 有多少是建立在我們的地位 我們的成就上 而不是建立在我們基督裡面的身份 而第二種極端是什麼呢 就是過度的放縱 所以在我們學生當中裡面比較容易看到 我們常常會聽到大學生會講一些很厭世的語錄 好在這裡我念幾個給大家聽 第一個呢 就是比你優秀的人還在努力 那你努力有什麼用 而第二種呢 就是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不努力一定很輕鬆 所以呢 你知道嗎 他們的生活會長什麼樣子呢 我就舉我的例子好了 就是天天都是安息日啊 你知道我大學的時候 我禮拜一睡到下午四點起床 發現有七堂課沒去上 就心裡面想說 比我優秀的人都還在努力 那我努力有什麼屁用啊 於是我就和我下課的朋友去吃飯 然後吃完飯又去網咖打信仗 我打到一半發現我忘記跟 跟那個我打工的老闆請假 然後就想算了啊 反正努力一定不會成功 但是不努力呢 一定會很輕鬆 所以於是呢 就繼續糜爛到天亮 其實啊 我發現當時我會這樣的糜爛 就是因為我對於大人不斷的告訴我 你要努力的 這種概念的反感 我是對這個概念非常的反感 所以當時我是 一直都在這個極端的裡面 對於安息的理解就是在一個過度的放縱的理念 因此第二個極端常常導致我們一天到晚在耍廢 但這樣的耍廢卻不是為了我們生命的健康上面做考量 而是無止境的讓自己懶惰 安息與放縱的差別是什麼呢 就在於你對神有沒有信心 怎麼說呢 當你在放縱懶惰的時候 其實你並不是順服聖靈佔領 生命裡的帶領而是你的肉體 安息其實是需要信心的 不管你是第一種極端還是第二種極端 我們都需要停止 透過安息日脫離放縱肉體 和達到成就的惡性循環 其實就像十一奉獻 提醒我們到底誰是我們生命的主 是金錢嗎 還是神才是我們金錢和我們生命的主 安息日也是在提醒我們 到底誰才是我們生命當中的優先秩序 到底誰才是我們的主 到底我們看中了什麼 如果耶穌不是你一切的主 那麼他就不是你的主 If He is not your love of all He is not your love at all 我們對於神的信心真實嗎 我們真的相信耶穌是主嗎 祂真的是我們生命當中一切的神嗎 我們認為所得來的是神給我們 還是我們透過我們自己的努力賺來的呢 你知道嗎 在詩篇的一百二十七篇裡面 他說道 若不是耶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往來勞力 若不是耶穌華看守生辭 看守的人就往安盡行 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歇 吃勞路得來的飯本是往來 唯有耶穌華所親愛的 並叫他安然睡覺 在箴言的十章二十二節 他還講到耶穌華所示的服食人富足 並不加上憂慮 當我們開始認真的操練安息的時候 我們很快會發現 以前抓住我們的 不管是比較啊 嫉妒啊 害怕失敗啊 恐懼 他們會越來越沒有辦法影響我們 抓住我們 我們開始在我們裡面會有一個平安 一個安息 更容易脫離每天的重擔 因為我們的生命 每個禮拜都對準神重新得利 最棒的是 我們不只是安息日那一天停止 然後進入安息 在我們 我們在信心的裡面 每一次 每一次節力進入的安息 都會持續在我們裡面一整週 而我們的生命會進入到一個 信心的循環的裡面 我們每週節力進入安息 所有的辛苦都會在安息日 在神的懷抱當中裡面卸下來 所以呢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的生命啊 過去常常的爆掉 就是因為我沒有好好的停下來 當我不願意照顧好我自己的時候 我會發現我無法把我自己最好獻給神 我常常因為睡不好而讓我的情緒失控 或者因為成就感去 為了成就感去做事情 而不願意好好的休息 導致我越來越在服飾裡面 就是缺乏創意和靈感 而今天呢 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就是讓我們學習去停止 停止我們手做的工作 停止被成就感驅動去做事情 而停止 然後節力的進入到神的懷抱當中